那誰通常付1%的FHA Loan Fees呢? 做Loan那個 FHA Loan Fees 是Seller 給? 這個呢 你是她說Seller 但是這個呢 我就覺得你問你老師 或者你查一下上網 FHA Will Allow 所以我們有時候是真的盡信書不如無書的 你要記得我們是聰明人 我們讀完大學我們知道有些書 那些東西是不准的 不怕的 總之你認為是有機會我查 即是檢查了幾次更加深入 FHA Will Allow 但是Kelvet Will Not Allow 即是他們兩個分別 就是Allow Home which is to be run out FHA是給你租出去 Kelvet是不給的因為它是退不軍人的 是的 Many lender consider the liquidity and marketability of the loan 很多銀行會考慮貸款 究竟可不可以變成cash 即換話說 值得多不多 Marketability 就說究竟那個loan 拿回來之後 她再過多一年 通常過多一年 通常過多一年 或者兩年 間間銀行都賣了 賣了嗎?賣回給FHA 所以FHA叫做Fed Secondary 所以她收回來的時候 無形中被FHA的例子控制著 換句話說 我買一個loan出去的時候 究竟用什麼準則呢? 原來就是說 3C要credit好 cash好 和collateral好 但是 我們這些準則 是隨著時間 幾年之後又變 幾年之後又變 所有這些銀行 其實在後面 有個大哥 就叫做FHA 我們怎麼變呢? 其實是看一下 我們今天 知道FHA要求什麼 我們賣的時候 我意思是說 那個銀行 Lander 弄些loan出來 弄些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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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是fixed 固定的 咦! 好靚喔 這個package 賣給Lily Lily覺得 很棒 很划算 也要做 於是我買了它回來了 買了它回來了 意思是 我現在借了10萬元 給Lily Lily 就在這個loan 簽了名 好了 我有這個 叫做貸款 我這間loan 我叫lanter 第一手市場 我lanter 我很確定 兩年 得出兩年 只要Lily一直還錢 我這個loan 一定可以賣給FHA 我為什麼不確定 就是因為FHA需要的東西 我全部都做了 第一 他說要down payment 我跟著 他說要多少錢訂金 我跟著 他說要credit score 我跟著 很清楚說明 是多少就多少 沒有手機的 說700以上 就是700以上 於是 我跟著 兩年之後 我一定賣給它 原來FHA就叫secondary market 第一手市場 就是institute lender institute lender 而最後那個就是市場 但是美國政府 就是用這個三級制 來控制住房價 和控制住貸款 怎麼控制 就是美國政府現在在後面 他說現在不行了 我認為外面太多人做貸款 我 就是後面那個FHA 認為 我需要嚴重一點 嚴重一點 就是說 我現在credit score 不可以是700 要750 才可以做到 同一件事 5年fixy 25年adjustable 5 year arm 一樣是借10萬元 但是這次的credit score 只是credit score 高50分 於是怎樣 阿Lily 第一個說 不行我借不了 誰知道阿Lily的兒子 都不行 因為她 通常年紀小一點不行 Lily加上她的先生 行了 兩個酷勢 好了 得了怎樣呢 現在的問題 原來呢 就是 穩陣了 穩陣了 OK 這個是我想說一個concept 給你們知道 因為呢 我們很少可以說loan的concept 那麼去loan那裡呢 我們現在開始考那些算術題多了 那麼呢 to be very important when they market a loan secured by a mortgage 當這個銀行呢 是做這個loan 他說一定 你的人呢 是要有看一下的 the importance of liquidity and marketability relate to 是關於 他究竟 為什麼那個銀行 那麼care 究竟這個loan 能不能夠變現錢 能不能夠賣出去呢 原因都是 阿Lily的嘛 大阿哥 FHA secondary market mortgage 就是這樣咯 liquidity是跟cash有關的 換句話說就是那個down payment 還有換句話說呢 就是就是說 那個loan 你借了 那個 有一個叫loan to value 的ratio front ratio back ratio 這些呢 但以後我講loan的時候 就可以教 但是為什麼我從頭到尾都不提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考地產那個 根本不會考 題目 有機會見到loan to value 這個字 那麼說真的 就是看你好不好 你看到呢 你就希望記得我講過了 那麼說 loan to value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說 現在外面經常都是的嘛 有一間屋 一百萬的 二十萬首期 那個貸款是多少錢啊 你說 一百萬的一間屋 我現在銀包裡面有二十萬 那就是貸款多少錢啊 八十 loan to value 就是 loan上面就是八十 Value就是一百 就是八十個percent 好了 現在問你 如果我首期二十萬 多些的 誇張些啊 我現在首期五十萬的 那麼loan to value是多少 五十了 那我再問你 深一點吧 究竟loan to value 隨著我的down payment 升 down payment由二十萬升到五十萬了嘛 升 loan to value 是怎樣 落 沒錯 記住 落 因為loan to value 是說的 你知道這些 其實他考就是考這條而已 很簡單而已 那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f it appear to a loan application 下面哪一個 如果他在一個 loan的申請表裡 can a borrower refuse to answer 是可以不回答的 凡是說那些raise的 就不回答 結婚的就不回答 這條是送給你的 loan to value ratial may be defined 我沒有看過 我都知道了 考了 loan to value 就是說 那個mortgage loan as a percentage of appraised value 這個呢 就記住是那個appraised value 那個股價師講的那個價 是不是accessed value呢? 不是 accessed value是去年 家屋 county access出來的 但是去年 是去年的事 percent of interest 不是啦 cap rate是說 market approach cap approach 那些income approach 雖然是appraiser 但是 如果那個不是用cap approach 的話 就沒有這回事了 所以 不是說cap rate 所以答案就是c 行不行 adam 賣了soul is home to team 賣了他的房子去啊 team but negotiate a two-year lease back 跟啊team說 首先你要搞清楚 adam是seller 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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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成九都是想再租回下面 我那時候講過 記得 有一個叫lease back seller 就是 他說要lease兩年back 即是 adam 我們現在幻想一下 adam呢下面有個舖位 餐館 上面又是他的 adam呢 現在想繼續那個餐館兩年租 跟啊team租回 引去入局 OK 引去入局 and remain in possession team immediately place the deed the deed he received in a safe deposit box for safe keeping 啊team呢 即刻呢 將他擺去safe keeping adam then sold the same home adam 又再第二次賣給人喔 to sally sally record the deed who owns the home 邊個屋呢 就是sally because she record the deed 邊個 record那個 deed呢 就邊個有的 但是其實 其實